朋友们好 如果你想在家里养几箱蜜蜂 吃到放心的蜂蜜 完全不用花钱去买蜜蜂 今天我就给你分享一个养蜂老师傅都舍不得外传的诱蜂蜜诀 此蜜诀分为三个部分 尤其是最后一个非常重要 第一步我们准备一个新蜂香 里面用杂草烧一下去除蜂香的异味 然后往蜂香里面滴上一些蜂蜡 如果你家里面有那种养过蜜蜂的旧香旧桶 直接用火烤一下 不滴蜂蜡也可以 门口这里也滴上一些蜂蜡 这样的蜂香蜜蜂不想来都难呀 第二步找到一个阴凉干燥的地方 把我们蜂香放起来 首选位置就是你家的房前屋后 猪圈上牛圈上阳台 或者你家附近的树荫下面 放好蜂香以后 我们就进行第三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抓侦查风 现在我们拿一个超网和两个一次性杯子 去附近抓侦查风 不能去远的地方找 找了十多分钟 兄弟们终于找到一只了 这种就是侦查 什么情况 我的侦查风呢 哇 现在搞侦查工作都这么危险了吗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打开看一下应该还在里面 跑了 算了 我们找下一只吧 在宝坎这里又发现了一只侦查风 就是它了 抓到这只侦查风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把风箱的这个槽门关一下 我们将这只侦查风 关进风箱里面 关它个十分钟 好 关好了以后呢 十分钟以后我们把这个槽门打开 不出意外的话呢 今天之内必来风 这的话呢是 十一点 四十九分 我们等个十分钟 已经到了 看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风箱的槽门 把这个门一打开我们就走啊 一定不能在这里惊吓到它 打开我们就走 过个一个小时 我们再过来看 好 走了 不用管它啊 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们来看这个风箱 好像有好多侦查风 看到没有 好多风在这里飞 来了来了 像这种就有希望了 兄弟们啊 大部队应该有希望 看到没有 它在风箱边上到处绕 每年的二月份到五月份 就是分风季节 逆风要分家的时候 都会派出大量的侦查风 在一两个公里范围左右 到处去找居住的地方 它会沿着一些石头崖壁 悬崖下建筑旁边 大树下缓缓飞行 声音响亮 两只后腿下垂 这种呢就是侦查风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风箱 会不会来蜜蜂 现在是1点12分 今天应该还有希望啊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麻烦你给我点个红心 想看下个视频 到底来不来蜜蜂的朋友 给我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这是又蜜蜂的原材料 老蜂巢 将所有的蜂巢 放在一个大锅里面 再加入适量的制来水 用大火把锅里面的蜂巢 全部煮融化 大概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注意这个不是拿来吃的 我们把它涂在蜂箱上以后 山上的蜜蜂自己来我们蜂箱里面居住 老草皮全部煮化了以后 我们用个瓢把它咬在这个桶里 然后把它倒在这种炸垃圾里面进行过滤 水和蜂蜂全部躺下来 那个渣就留在上面的口袋里 等它冷却以后 蜂蜂就会飘在水上面 把蜂蜂取出来以后 就得到我们这种正宗的 中风老皮辣了 如果你想去诱蜂 没有蜂蜂的话 可以找我购买 把蜂蜂融化以后 涂在蜂箱或者是这种塑料桶上面 拿去山上放起来 就能诱到一整群蜜蜂 包括蜂往一起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麻烦给我点个红心 谢谢支持 哈喽兄弟们 看一下我这个诱蜂箱 前几天我过来看的时候 都还没有蜂蜂 然后呢我在上面涂了一点这个诱蜂膏 今天过来看了 就已经来了一群了 我用的就是这一款诱蜂膏啊 这个 惠来蜂品牌的诱蜂膏 这诱蜂膏添加了诱蜂信息数 对这个侦察蜂的吸引力 非常的强 需要我们这款诱蜂膏的朋友 在视频的左下方链接 可以下单 今天下单的朋友呢 给你赠送一把刷子啊 这个诱蜂膏是非常有效的 我亲自试验了 无数次 来蜂效果非常的好 为什么有很多朋友 诱了几年的蜂都诱不到蜂 归纳起来有三个原因 特别是最后一个原因没有处理好 你永远都诱不到蜂 诱不到蜂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侦察蜂不喜欢你的诱蜂筒 有很多朋友喜欢用这种塑料筒诱蜂 在当地的蜂园很好的情况下 用这种塑料筒诱蜂的话 它是容易来蜂的 但是如果在你们当地蜂园不充足 或者是石头山的情况下 用这种塑料筒诱蜂 它是不愿意进这种筒的 因为别人用木桶 你用塑料筒 蜂都先进木桶了 所以塑料筒的成功率 要比木桶的成功率一定要小 第二很多朋友用木桶也没有诱到蜂 那是因为你的木桶没有处理好 蜂不喜欢 你的木桶如何正确处理木桶呢 第一步用烹火枪把木桶里面烧一烧 烧了过后起什么作用 这就起到了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我们经过这样碳化的木桶 蜜蜂是很喜欢的 第二步非常重要 木桶我们碳化烧好之后 用10%的盐水插一下蜂香 擦过盐水的木桶干了之后 对蜜蜂有致命的诱惑力 第三步等石盐水干了之后 我们用蜂蜡把它烧在这个木桶里面 蜂蜡它起什么作用 蜂蜡对于蜜蜂而言的话 它是有一个家的味道 刷好这个蜂蜡 有侦查蜂过来考察我们这个桶 如果它看上了我们这个木桶 它就会叫大部队过来居住 大家想一想 经过这样处理好的幼蜂蜂 蜜蜂它会不喜欢吗 它太喜欢这样的木桶了 又不到蜂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你的木桶处理得再好 你放的位置不对 一样又不到蜂 我们可以放在大树下石头崖壁下 房前屋后都是可以的 蜜蜂特别喜欢居住的地方 又不到蜂的第三个原因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现在放幼蜂筒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个个都要放幼蜂筒 如何顺利地让侦查蜂找到你的木桶 我们可以去幼蜂筒附近抓一只侦查蜂 来放进幼蜂筒里面 关它十分钟再放出来 或者在幼蜂筒朝门边上涂上一些会来蜂品牌的幼蜂膏 这个品牌的幼蜂膏里面添加了幼蜂信息速 对吸引侦查蜂有很大的作用 幼蜂膏市场上假货太多 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 以防被骗 侦查蜂来了以后对你的幼蜂筒非常满意的话 最快当天就会来一整群蜜蜂 包括蜂王一起 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麻烦你帮忙点个红心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探讨 蜜蜂为什么遮人 怎样避免被蜜蜂遮 养蜂人都知道蜜蜂一般不遮人 只要蜜蜂遮人 一定发生了以下这几个原因 只要你避开这几个原因 保证你走到哪里蜜蜂都不敢遮你 王每天分享养蜂小技巧 您可以点个赞再关注我 以后想养不会养还可以找到我 以天气突变或阴雨天 这个时候蜜蜂非常凶 而且遮人比平时要痛很多 二 缺蜜 外界没有蜜蜜 炒类又没有多少蜂蜜食 风情比较急躁容易遮人 三 突然干扰 比如开箱时不小心踢了一下凤虾 开箱时动作过于暴力 蜜蜂会形成抵御 从而出现遮人的现象 四 气味刺激 比如身上有香水味 汗味 酒味 以及脚侧味的刺激 都会特别容易引起蜜蜂对你的特殊关照 五 就是被蜜蜂遮了 没有及时处理 尤其是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当你被蜜蜂遮了 一定要及时拔出毒针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你还知道哪些蜜蜂爱遮人的原因呢 欢迎打到评论区 我们共同探讨哦 我还要打到评论区 我还要打到评论区